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吹嘴太長 那必須塞很進去才會指音很正常 所以我示範一下喔 假設我的吹嘴很長 所以我塞進我的軟木只有一點點 會出現什麼情形呢 舉例,我沒有塞到正常的位置 所以我每天都要調音調到正常的位置 這樣的位置一定是偏低非常多 所以你如果吹低音抖、低音抖、低音咪 就會產生啵啵啵的聲音 會產生很奇怪的聲音 了解嗎? 所以因為管徑變長了 變長的時候 我們是降異調的樂器 你達不到那個音準的刻度 所以它就會產生排音 就是兩個音在那邊打架 那你只要把它塞回去 塞到音會準的地方 其實總長度就沒有改變 那薩克斯風可以正常演奏 那薩克斯風可以正常演奏 像我的Celma 803 冬天大概塞只剩下0.2公分左右 所以這樣就可以正常演奏 你們看一下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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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就是我可以吹的音樂 大家了解嗎 謝謝